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這一集要繼續介紹統計 那這個欧雅團體 又看到哈姆拉 這個最新專輯叫浪漫作業 六首歌在MV的Youtube上按讚統計如下 單位是千人 那第一首歌叫做我不是他的相識型 按讚人數六千 第二個是夢想的根號等於讚到底 換句話說就是讚到底成語讚到底就是夢想 那第三個叫做人生沒有公事解 有一萬兩千人 最遙遠的閒心距 最遙遠的連心線 有十人 有一萬人 單位是千 這個犯的錯的絕對值 就是把犯的錯的負的變成正的 能不能夠把我犯的錯全部都改正呢 那這個是七千人 拒絕全等 是這個六千人 那 求這六首歌的點閱數啦 那 也就是說 這個 舉例是純粹娛樂 總而言之 我們有這個六五五七十和十二 五六六七十和十二 那這樣子平均是多少呢 這樣子平均有二十四十二 二十二 二十四加二十二 所以是四十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六除以六 四十六除以六 漂亮 六七四十二 六七四十二 那這個 六六四十 所以是七點六六 七點六六六六六 所以我們寫七點六七 大約等於七點六七 這樣子 可以嗎 中位數 什麼叫做中位數 中位數就是這一串數字 中間 最中間的那一個 那最中間的那一個是哪一個呢 這最兩頭 再中間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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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沒有了 的話怎麼辦 最中間是他們兩個加起來 六加七除以二是 六點五 那在這裡 我們想像好 如果這個時候我插進另外一首歌 插進這個 走不到的懸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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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七好了 如果是七 那就變成六 五六六 如果是十 十一好了 走不到的懸心距 如果是十一 就變成五六六七十 十一 十二 那他的最中間那個是哪一個 是 這一個 不是啊 就是 這是最兩邊 這是最兩邊 再來 再來 就他了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你這樣子數到 如果你從旁邊一直往中間數 也不用從旁邊啦 你就稍微數一下 你就知道最中間哪一個 如果你的最中間那一個 卻有其人 那就是他 這樣這個答案就其 如果你的最中間的那一個 沒有那個人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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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剛好是空的 他們兩個 共列為 中間 更中間一點就沒有了 的時候 那麼你的中位數就是 這個 六加七除二 就前後兩個相加除二 這樣子 那這個是中位數的設計 那有的這個教科書 會把它寫得有點複雜 就像我們以前 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教科書沒有辦法寫說明的話 所以他就會用一些文字 他就是如果一副 或者說如果 如果個數 如果N等於基數 那麼就怎麼樣 怎麼樣 如果N為偶數 就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覺得有點多餘啦 你就自己數 數到最中間 中位數 數到最中間 那一刀切下去 或者說中位數 我們後面會學到 就是50% 對不對 你總共六個人的時候 六個人 六個人的時候 乘以百分之五十嗎 就乘以二分之一嗎 是三嗎 你想像 這一些人 一人都剛好站穩一格 我們稍微挪一挪他的位置 每個都剛好站穩一格 那一格 兩格 三格的時候 是來到這個 邊邊的壁上面 就沒東西啊 那一刀 算好 兩好 一格 兩格 三格 切下去 切下去這一刀 沒切到東西 的時候 就是他們兩個中間 那如果你上面這個呢 就走一格 兩格 三格 因為七除以 二的話 是3.5 所以一格 兩格 三格 在0.5格 的時候 這一刀下去 是不是就中了 有砍到 對不對 那那個人 就是你的中位數 就是七 這樣子 你這樣去想其實很簡單 我們後面會介紹 這個四分位數 或百分位數都一樣 好 來看 那如果 中數呢 中數 什麼叫中數 中數就是最多的那個數 最多的那個數 在這裡面 你看到就是六 六有兩次 所以中數是六 那來齁 四分位數 什麼是四分位數呢 四分位數就是我們 剛剛中位數是乘二分之一 四分位數呢 總共有三個 第一四分位數就是我們以六為範例 第一四分位數就是六乘以四分之一 那六乘以四分之一是1 那第二四分位數是六乘以四分之二 那二五 寫這裡好了 六的四分之一齁 六的四分之一是1.5 六的四分之二 可以嗎 六的四分之二齁 六的四分之二是 就是剛才二分之一啦 就三分之一 6的四分之三是4.5 所以這個四分位數會有三個 我們分別叫做第1四分位數 第2四分位數和第3四分位數 英文代號是Q1 Q2和Q3 這樣子 這個Q是Quarter Quarter是四分之一的意思 就是那個 如果機會去美國或看到美超 美國有那個硬幣一分錢的1cent 那如果有25分錢 因為一分錢是百分之一塊 那如果25分錢就是這個 One 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塊 我們還會在哪裡看到 因為我們正在教統計 那個商業報表 有時候會有那個第1季財報第2季財報 第1季財報叫做Q1 第2季財報叫做Q2 第3季財報叫做Q3 就是一樣的意思 它是 一年的四分之一 所以你想說 Season不是 S嗎 為什麼要用Q 這兩個微微的不同 順便介紹一下 如果是 Season 1 Season 2 Season 3 和Season 4 和我剛講的 Quarter 1 Quarter 2 Quarter 3 和 Quarter 4 這兩個 這個 這四種 那個季的講法 其實有微微的不同 因為這個Q1 我們算講說 就是第1季 就是第1 第1個 四分之一年份 它是123月 那再來就是 4 5 6月 再來就是 7 8 9月 再來就是 11 11和12月 就是一年的前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 後四分之一 這樣 但是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用Season來表示的 它就不見得是這樣子去分喔 尤其像在日本 他們還蠻愛用 這個 春夏秋冬四季的 但你要留意冬季其實是 12月1月2月 好 然後春季其實是 345 然後夏季是 678 然後秋季是 910 11 好 所以那個 2011 2017年春季 的月刊 有些有那種季刊 或者說那個電視 是2017年春季的新的連續劇要上映的 那 2017年的春季並不是指2017年1月 2017年冬季 才是 2017年的第1刊 因為他們的第1刊是 冬季刊 第2刊才是春季刊 寫反了 所以我這樣寫是 不對的 更正 所以他的1 season 他的1 season 再以日本來說 以日本來說 他的第1季其實是冬季 那就是看不同的地方有的 都會不一樣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國際上 通用的話呢 其實是 都用Q 那就是 為什麼我們在講第1季第2季第3季 我看那個什麼財務報表啊 財經台啊 都是都用Q1Q2 都不用Season 1 就是因為 Season 1容易搞混 因為你知道不同緯度的季節 感覺不一樣 OK 那麼所以這裡 這個 第1四分位數 就是第1個 4分之1 那到底是多少 不是 1.5啦 是多少 剛講嘛 一人佔一格 所以我 走 一格 半 中 6 可以嗎 第2個四分位數 要走3格 1格 2格 3格 沒中 前後相加除以2 3點 不是3點 6點5 6點 第3季 要走 4點5格 1 2 3 4 4點5 10 懂嗎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看到一些講義他會跟你講說如果算出來是整數的話就怎麼樣算出來不是整數或怎麼樣 那我覺得也不用刻意去背說就是去背那些文字 很好想像吧 就是你看你切那格切下去有中就是他 沒有中就前後相加除二 那百分位數也一樣 百分位數就是要把它分一百份 我們下面舉了這個例子 第20百分位數 那 第20百分位數的話呢 6乘以 百分之20 也就是1.2 那所以一樣 1.2 中 有中 就是6 這樣可以嗎 1.2 1.2 所以提讓你們來自己練習看看好這個 有這一堆數字 這一堆數字這個不算好這個是 提號 這堆數字球以上數字的 這個 平均數中位數重數我們求一個第1 4分位數就好 中文會寫第 第4分位數 第14分位數和第20百分位數 按個贊你自己寫下囉 還有第2體 那這留9個數字 如果他說如果這9個數字的中位數是7的話 X可能是多少 那X是一個整數 他可能是多少 按個贊題來自己整理一下吧 好 那這個 在你們練習的同時 我們好久不見熊老師 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換句話說我們已經來到了最後 最後的一章了 這個 如果你是很後面來看的話 提醒一下 我是有熊老師 他才是熊老師 那這個 既然我們正在學統計嘛 就聊一聊我們最常看到的統計項目 就是政府會公佈那個 國民 我們 民眾的所得啦 那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不是說所得才 什麼4萬多什麼的 然後又突然又說什麼 其實所得才3萬多 有的時候又突然說 所得其實多少 好 其實所得有很多種 那這個我們在這一集呢 這裡介紹4種是 不同的 這個 選擇的項目 我們下 之後有機會再聊到說有沒有去除掉匯率 那個 就是所謂的購買利 評價 那在這裡我們先不管匯率 匯率是這個跟國外互動的事情 我們在這裡先去看這個 所得這件事情 有 我們一般講所得就說你賺到多少錢 那你賺到多少錢政府怎麼知道呢 很簡單就是你要報稅 你要報稅水他就會知道 那所以 我們就會有這個 平均所得 好那 這個平均所得之外呢 還會有 我們看到薪資所得 他跟平均所得的差別就在於說 你如果是 那個賣房子 賺到的錢 你如果是賣股票賺到的錢的話 那就不在薪資所得利 那換句話說 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 聊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說 有的時候 的確我們的 我個人是蠻相信政府的統計的 就是說政府統計出來的數字 大概不會錯 台灣 還沒有到那麼糟糕的 程度 但是就是說 有時候政府 他 統計了很多種數據出來 他選擇公佈哪幾 特別的強調哪幾種 他都會公佈 他都會公佈 但他會特別的 拿哪幾種數據去 放到廣告上面 他是選過的 那 他會選擇他看起來最好看的那一個 也許今年的某個數據特別高 也許今年的某個數據特別低 那就 改去講別的好了 這樣子 那 我們也 我們也要知道 政府公佈的這些數據有什麼意義 他做這樣子的應用 合不合理 同時我們也不要總是覺得政府在騙人 就是你自己懂的話就 無所謂政府騙不騙人 那什麼叫做可支配所得 就是說你有一些所得 你賺了 可是你一定得花掉 比如說你爸媽賺的錢 一定得給小孩子養 就是那個繳學費 那家裡有房子的話 可能要繳房屋稅 然後可能還有房貸 有車子可能還有車貸 那可能還買保險 健康險 健保費 這些扣扣扣扣扣扣扣 你會發現怎麼樣 我今天 像 不偶熊其實也是娛樂商品 或者說我只要拍一支電影 台灣的那個電影市場 去分析 在台灣 市場電影這塊大餅 到底有多大 有沒有機會在更大的時候 可支配所得 就是一個關鍵 因為那些不可支配的已經花掉了 他沒有 他根本就是 你沒辦法拿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特別留意可支配所得 的這個部分 那你就會發現 假設 假設台灣人 所得是變多了 沒有錯 那即便說薪資所得也變多 可是有更高的比例怎麼樣呢 拿去繳房貸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 很明顯的關鍵就是房 房價 如果我們的房子越來越貴 即便你的薪水上漲 但是 你有更多的錢拿去繳了房 拿去那個付房貸 結果就變成你 更少錢可以花 那你可支配所得越少 你就越難 出手去買一些娛樂性的商品 那對於比如說文創產業 對於比如說 你沒有可支配所得 你可能也就 沒有辦法去做那個 投資 好那所以對於這個 創業啊 對於這個股市啊 可能都不利 所以房價太高 會不利於可支配所得 所以如果今天要討論的是民生 或者說我們要討論的是投資 那你看 所得 或者你看 薪資所得 都不如你去看 可支配所得 也就是說先把 他是從所得裡面 把 不可支配的 就是你一定要花的那個部分扣掉 那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國人手上有多少的 所謂的賢錢 那個 那個活水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不管你這個 所得的來源 是不是工作來的 還是你投資來的 最後你到底有沒有 多的錢 這個是可支配所得 那最後這個是家戶所得 簡單來說就是把 你們家的所得 你爸媽的都加在一起 那 這樣子的統計 它有它的用處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是要討論 比如說這個 我們 桃園縣 或者說台北市 的一般人的生活 水平 一般人的家庭生活水平 尤其是小孩子的生活水平 那你去看家戶所得 你就比較容易掌控到 就是說 一家人 他有多少錢可以花 而不是一個人 因為一家人 爸媽賺的錢 是一起花的 對不對 所以從家戶所得來看 比如說要看這個 撫養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那你去看家戶所得 可能就會 比較準 因為他是一整家的人 賺起來 一整家的人在花的 那 他就會比起這個 薪資所得 或 可支配所得 都還要準 如果今天我是要探討 台灣的產業 願不願意發薪水 那我就要看 薪資所得 就不會去看家戶所得 因為我是看個人的 你工作了 到底有沒有 得到相對應的回報 那這個回報可不可支配 也不在我的考量 我就是要知道說 台灣的 企業 願不願意發薪水 這跟什麼有關呢 就是說 台灣的 不只是說 這個老闆好不好 還包括說這個老闆 有沒有有效的使用台灣的人力 我一樣都給你一天八小時啦 那結果我這個一天八小時 只讓你賺了多少 結果你賺的很少 企業賺的很少 所以我薪水也很少 那這樣子這個企業本身不好 對不對 又或者說企業賺很多啊 可是我們的薪資所得很少 如果所得很高 但是薪資所得很少 就代表企業賺了很多 這些錢呢 可能他留下來做其他的投資 或者是說 他這些錢拿去分給股東 反而是員工從薪資上面 拿到的很少的話 那 這樣子就可以進行其他的討論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就是 不同的所得有 不同的使用的功能 那我剛剛一直在講 一開始就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懂得說 這些所得的意義 當政府 他在 講某一個事情 比如說有人會抱怨說 台灣貧富不均啊 政府說 你看我們家戶所得其實在增加 這個準嗎 這個不見得準 或者說 你看我們家戶所得下降 那可能是因為大家 不結婚的多啊 所以 然後不結婚又分拆了 那有可能是不結婚但是留在原生家庭裡 所以整個家戶所得變高啊 所以 這個就不準 那你要看 那個勞動力有沒有得到報酬 就要看薪資所得 你要看我們 有沒有可能有更高的投資 或文創產業 你要看可支配所得 有的時候政府會用 錯誤的 項目 他不是 他的數據來 他的數據統計是對的 可是他選用的項目是錯的 那我們要能夠看出來 但是也不是說 總而言之 政府就是騙人 不是這樣子 因為 你這樣子就沒有辦法好好的討論 就是公共政策的事情 那麼今天聊到這裡 來 我們剛剛的這樣子的問題 你如果要去 整理排他的話 因為我們要去排這個 中間的第幾個 所以你要先把它整理成一列 他有 123 那所以總共有這16個 然後問你他的平均 1加2加3加4是10 4個5是20 所以這裡30 30的話 這個774加6又20 所以這裡50 50的話 那 這個20 20 10 所以這裡50 所以總共100 哇喔 那麼巧 那所以他的平均是16 你有沒有算對呢 所以是4分 25 所以是24 6點 25 示範這25嗎 24的話是 6 就是24除以4是6 那余1嗎 然後余1的話 除以40.5 這平均 然後中位數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算整個16 123 4 567 8 9 16除以 2剛好是8 剛好切到中間 所以是5.5 中數的話是5 第14分位數 16除以 44 所以1234 又沒到 他剛好被整除 所以是這個 4.5 第20百分位數是5分之1 那16除以5分之1的話是3.2 所以是123 所以是123 3.2 中 4 可以吧 就這樣做啦 就這樣做 好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作業 好 這次的設備 打開 好 再上一次